教会和唱团献上温暖歌声 向228英领致意 228世界满77周年 总统蔡英文特别南下嘉义 出席中书纪念仪式 亲自颁发回复名誉证书 并向受害者与家属至上嘴声歉意 现场气氛隆重严肃 在政府也回应家属期待 逐步落实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 并非要针对特定的政党 而是因为民主政治的政府 要对过去的维权统治的国家 无法行为 负起责任 弥补伤害 诚实地面对台湾历史的过去 台湾的民主的机制 才能更加的深化 多多的生命 不过来威生 多多的家庭 来破水和破金房 这是我们少年才加速 心来的疼 是永远永远都没有打算 放不下来 轮番上台向228事件受难者洩花 仪式不仅是为了抚平伤痛 也是为了从过去错误中得到教训 强调反省但不忘痛苦 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 感恩前辈们的血汗 换来台湾的自由民主 BHC文正中文价义报导